天气变冷了 得加餐啊 兄弟们 天慢慢变冷了 我在北方 然后呢 现在没有暖气 这些猛虫们吃东西 也不是很积极 我估计这是在 来暖气之前 我最后一次喂他们了 下面我们开启这一场 喂食之旅吧 哇这么多家伙 我先从 巴西白西头开始吧 他一直属于吃东西比较积极的 OK 一个杜比亚安排上 可以可以抓住了 但是看不到他呀 我摸一下他 屁股上 这个角度可以看清楚 他侧着身子 嘴巴里边叼着都比亚 这家伙吃东西特别积极 不管什么时候喂他 都很给我面子 关上门 再看第二只 海格丽丝巨人巴布 我的天哪 之前给他做的巢穴 被他挖成了这个样子 我瞬间不想给他喂东西 让他摸一下吧 快看旁边的纳米比亚黄金巴布竟然跑出来了 这家伙平时胆子特别小 我开门得稍微慢一点 这家伙趴在洞口看着我 来给你搞一只都比亚 哎呦 这家伙还有点害怕 直接跑进去了 长得倒是挺好看的 就是胆子太小了 也没有食欲 然后我们再看 梦幻蓝巴布 这家伙在这边躲着呢 他的家族是仙气飘飘的 给他喂一只都比亚 放在洞口半天 这家伙都没有食欲 也不吃 加点水 我们就不管了 巴西黑白角 来搞一只 抓住了没 看不太清楚 靠近看一下 哦 看到都比亚的一点身体了 应该是抓到了 还行 态度不咋样 但是吃东西积极 然后我分别给金之剑母 和金之剑公 都喂了杜比亚 他俩都不吃 算穷 羽灵蝎 来给这家伙也安排上 看一下是否积极 哎呦 这根本可以啊 就是说嘛 吃饭都不积极 你干啥积极 两只大钳子 夹住杜比亚 嘴巴就开始吃了 黑尾粗蝎 给这家伙喂东西 他不但不领情 还有尾巴 把杜比亚推开 活该你饿着 这是我们昨天刚做的 东亚前夕的群氧饲养盒 哇 这家伙在干啥呢 右边的胳膊 流出了枝叶 身上受伤了吗 这是打架受伤了吗 我现在不确定 来黑尽钢蝎 搞一只面包虫 和黑粗尾蝎一样 也不吃 得你也饿着吧 还有这条赤蜈蜈蚣 你看你看 味道嘴边了 就是不吃 好 骆驼蜘蛛 嘿火鸡 醒醒 嘿 搞个面包虫 嘿你别说 还挺给面子 咔咔咔的开始吃了 这个家伙前阵子刚退皮 九死一生 退完皮之后 大了一圈 胃口也很好 我们再看杀牛蝎 来 给他搞一只面包虫 当杀牛蝎发现面包虫之后 哇哗 哇 这战斗力 这也太帅了 双凹夹住面包虫 然后尾针 四肌 注射毒液 打完针之后 面包虫就不动了 注意看他肚子上 有个伤口 不得不说 这只杀牛蝎的活性 特别好 兄弟们发现没有 温度与他们确实有影响 不是用往下降了很多 OK 本期视频道长 大家好 刚刚 如果你也喜欢视频 请记得点赞 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